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 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 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入家福音》第23章 众人都起来,把耶稣挤到比拉多面前 就告他说,我们见人诱惑国民 禁止纳税给凯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激励地说,他伤祸百姓 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 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 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 西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意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 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 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比拉多传奇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你们姐这人到我这里 说他是诱惑百姓的 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他 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 下在尖里的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 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 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 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尖里的释放 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一丝行 带耶稣去的时候 有一个鼓励奈人西门从乡下来 他们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那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 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如羊婴孩的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遮盖我们 这些事既行在有枝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又钉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捏揪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吃笑他 说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弄他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 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丁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击窍他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耶稣啊 你得过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约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了 直到身出 日头变黑了 殿里的慢子 从当中裂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于神 说,这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的众人 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垂着胸回去了 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 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站着 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名叫约瑟 是个义士 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谋所为 他并没有服从 他本是犹太 在亚里马太城里 素常盼望神国的人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就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石头 凿沉的坟墓里 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 同来的妇女 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 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路加福音第24章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 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 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 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 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说 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 告诉十一个使徒 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 就是摩达拉的 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 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戏马布 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 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 以马乌斯 离耶路撒冷 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 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就近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 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 有一个名叫 哥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 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事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说 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日子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柄来 住谢了 拨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显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 所遇见和剥柄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 与你们同在之时 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得 凡指着我的话 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 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只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 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 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 伯大尼的对面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常在殿里 称颂神 路加福音23章 是记载 我们的人子耶稣基督 在整个受审的过程 而在受审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看到 有几种人 他们的反应 那透过这几个人的反应 来光照我们自己 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我们是不是也有 这样一个生命的显出 求神联名我们 救我们脱离 在末世面对 这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甚至被这样 对待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跟上 神的脚步 第一节到第七节 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 他查不出 这人有什么罪来 所以但是他觉得 这个人 这烫手三欲 我觉得我实在是不想管 但是这些人 又一直去告耶稣 耶稣一听到 这个人是加利利人 那我就赶快把他 丢给西律安提帕 这样的家人 这个就是比拉多的 一种想法 这种倒霉事 不要在我手上 能拖就拖 能推就推 能丢就丢 有时候我们好像 也陷入到 跟耶稣一样的一个光景 我们在人群当中 不被人接纳 别人视我们 像是烫手三欲一样 想把我们丢掉 想把我们赶足 不想要理我们 亲爱的家人 你是哪一种反应 今天有时候 有些人就真的 在我们手上 我们会不会把他 当作是烫手三欲 我们再是不想理这种人 不想管这种人 这是麻烦人物啊 但这个人 既然神安排 好像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怎么有智慧的去引导 怎么有智慧的去安排 同样的 如果在末后世代 我们真的像这个皮球 被人家丢来丢去 踢来踢去 没有人要在乎我们 没有人要想理解我们的时候 你要知道 耶稣已经为我们 走过这条路了 第二个我们要看到西律 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你在西律这件事情上面 他很想看耶稣 看神机 听说耶稣很有名 一种看着热闹的一种的心情 主耶稣在西律的面前 一言不发 一句话都没有说 亲爱的家人 今天在教委的里面 如果我们陷入到一种 我想看神机 我想看看教委有哪些活动 我也在教委觉得也蛮有趣的 参加教委一些好玩的一些的 做方 参加教委一些好玩的一些活动 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种的欢喜 你这种的快乐 有时候我们会换来 耶稣对我们一言不发 主知道我们的心态 医师长文是竭力的高 耶稣西律就来来来 新个神机 所以我也可以转换一下 你的环境 有时候我们教委就跟着 这些人的喜好在走 这个人如何了 那个人如何了 那个人的建议 那个人的想法 我们都在满足人的想法 耶稣在这件事情上 一言不发 你就看到 连主耶稣想要挽回他 挽救他 连一句话都没讲 我们真的祷告 说主你对我说话 你千万不要不对我说话 我生命再怎么软弱 我的生命再怎么不堪 你的话语不要离开我 你的手不要离开我 你的大能不要离开我 这就是我们要向神祷告的 基督徒我们要知道 有时候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 你要知道 什么时候主叫我们说话 我们就勇敢说话 什么时候主没有叫我们说话 你真的学会一眼不发 有时候甚至人家 把我们当疯子 当娱乐的对象 有时候甚至别人 把我们当嘲讽的对象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不是为自己而开口 你要一直去专注主 在这个时候 我该怎么去回应 第十节 祭司长跟文士 竭力地告他 你知道从那天开始 法利赛人跟沙都该人 成了好朋友啊 这些人竟然跟西律 这些跟罗马人交好的人 这些两种不同党派的人 因着要告耶稣和好了 既然西律这个人 也会因为耶稣理都不理啊 既然西律也跟比拉多 成为好朋友了 你看 主耶稣让这群 所有敌对他的人 全部都合一了 今天有时候 这个世代就这样 世代是一个 你吞我咬的世代 这个世代是个 彼此增进 彼此攻击的世代 但到了末世 当他们要来逼迫教会 逼迫神的悬眠的时候 这些恶人 相咬相吞的恶人 竟然全部都合一了 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也会找到这件事情 我们要想到 比拉多那种妥协 比拉多那种想要丢弃人 想要甩皮球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西律那种想要看好戏 那种文士法利塞人 祭司长要竭力的控告 在末后的世代 我们可能都会去发生 我们也要走过这一条 耶稣走过的路 但你一定要知道 耶稣什么时候说话 为着他自己的身份 为着神的权益的时候说话 至于羞辱 攻击 抹黑 批判 耶稣是一言不打 亲爱的家人 我们一定要学会到这件事情 在末后的世代 你一定要有个智慧 就是说主哪些话我该说 哪些话我不该说 求主怜悯我们 所以 耶稣又被丢回到 比拉多的手上了 耶稣说 变大 自放 但这么竭力的告 耶稣 所以那时候出现了 另外一个人叫巴拉巴 巴拉巴 是他的一个名字 他有一个名字叫耶稣 巴拉巴耶稣 他是奋瑞党的人 他刺杀了罗马官员 他在叛乱当中 刺杀罗马官员 所以很多人就说 哇 这个人敢挑战 罗马的军权 他才是弥赛亚 至于这个耶稣 他不像是真的弥赛亚 看到没有 人的野心 人的嫉妒 人的愤怒 会把人的眼光 完全扭曲到一种地步 假的当作是真的 真的当作是假的 越到末世 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求神联名我们 犹太领袖 就是要弃绝 那个圣洁公义的耶稣 反而求彼拉多 释放一个凶手 认为这个凶手 才是他们真正的弥赛亚 这就是末德世代 颠倒黑白的世代 所以主耶稣就被受刑罚 就去背十字架 朝着独楼地前行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特别标出了几个人 二十六节的西门 西门勉强背 耶稣的十字架 但是到了罗马书 你就看到西门一家都得救 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 很倒霉的羞辱的事情 明明不关我的事啊 为什么要我去承担 西门也是 背十字架不是个很光荣的事 背十字架是个很羞辱的事情 大家会不会误认为 不是我 不是我背十字架 我是帮这个人背啊 我真倒霉 我为什么要帮这个人背黑锅 我为什么要帮这个人背上这个污名啊 但是西门在被勉强的过程当中 你相不相信西门是被拣选的 西门是被拣选的 今天我们在职场上面 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 有时候我们真的受委屈啊 有时候我们真的去蒙受不平之冤啊 你不要去怪罪周围的人 你要去问神啊 在这件事情上 有没有你救恩的心 要成就在我的身上 有没有你荣耀的旨意 要成就在我的身上 这就是西门 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 耶稣说不要为我哭 为你们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哭 哭是哭 耶稣你好可怜啊 我们的弥赛呀 耶稣说不用为我哭 要为你们自己哭 因为耶路撒冷会被毁坏 你们跟你们的儿女 会受很可怕的灾害 而且那时候灾害到一种地步 甚至人家都说 没有生小孩的 没有怀孕的都有福 由此可见 他们要受极大的羞辱 因为在当时 犹太妇女没有怀孕 没有生小孩 是很大的羞辱 最大的羞辱 但耶稣说 还有比这个羞辱更大 不要为我哭 为你们自己哭 不要哭错了 所以亲爱的家人 耶稣在讲这句话 都提醒我们 末后要来的审判 极其可怕 三十二节到四三节 是讲到同听十字架 一个嘲讽耶稣 一个呢 说他愿意悔改 他是真的为了自己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就在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 耶稣说 今夜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看到没有 这个罪人的回应 在生命当中 最后的一个回应 在刑法的最后的回应 耶稣仍然接纳 这就被把人 带到乐园里面去 主耶稣 在十字架 受苦的时候 仍然想到 可以救人 有时候我们也是 在极其痛苦的时候 极其难受的时候 好像我们的人生 已经下到 最低谷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 你要知道吗 你有拯救 别人的力量 你可以让人的生命 去遇见主的力量 你可以让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虽然看到风暴 风浪 看到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痛苦 但是在你里面 有一个能够带出 复活救恩的 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救人 耶稣基督 在极其受难的时候 还可以救人 有时候有些基督徒认为 我生活过得那么苦 我也没有什么 好像得胜的一个见证 我也没有很有钱 我工作也不怎么样 健康也很普通 我好像没有什么好见证 跟人家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错了 耶稣基督连在十字架上 最羞辱的时刻 最羞耻的时刻 最痛苦的时刻 都还可以告诉人说 今夜你要痛 我在乐园里 所以不是我们的生活 过到一种让人羡慕 才可以带来救恩的大能 而是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 我们仍然坚持倚靠神 这样的人 生命就带出极大的大能 44节到49节 耶稣基督为我们 而死的一个景况 殿里的麦子 从上而下裂开 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 百夫长就说 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但是这人也没信主啊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 是带来一个救恩 我们可以直接通往神 但是看到这整个异象的人 他知道这是一个异象 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知道 哇 这个环境 耶稣受的是不平之冤 这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 是因为嫉妒 但这个人有没有信主 我们并不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 今天在教会里面 有许多人看到神迹 有许多人知道 耶稣基督是神 有许多人也知道 教会里面充满爱 但他这个人 他有没有去信靠主 经过这个慢子 去遇见神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可以通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 借着耶稣基督宝血通往神 有没有这样的人 不见得 所以我们要知道 有人说 哇 主耶稣是真神 你们的教会真好 我们还是要把人带到 重生生命的里面 五十节到五十六节 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埋葬 就在这埋葬的时刻 两个人出现了 一个叫做亚利马太的约瑟 一个叫做尼哥迪姆 本来都是暗暗地当基督徒 这时候他们勇敢 由耶稣的身体去把他埋葬 我们不能说太晚 但我们可以说 他还是把握了一个机会 不再做一个暗暗的基督徒 今天在幕后的世代 很多人会怕 怕我们会受到这些迁雷 怕我们的生活 怕我们的儿女 也会受到这样一个逼迫和迫害 但神还是给我们一个恩典跟机会 在每一个环境里面 把握去抓住耶稣基督的时刻 不要暗暗地做基督徒 我们能够勇敢地为主战利 有时候主也体贴我们的软弱 但在每一个时刻 勇敢不要失去 越到末世的时候不要胆怯 越到末世的时候真的靠主战利 纵然我牺牲了我的浑生命 但我可以得着我的灵生命的永生 在惧怕的当中 我保守了我的浑生命 但在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可能失去的 是我的浑生命 也失去了我的灵生命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个抉择在哪里 二十章 这段是看到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的大能 哈利路亚 耶稣为我们而复活了 所以你今天可以求说 主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 不断不断地显现 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 不断地工作 不断地工作 见证你的大能 那么在二十章讲什么呢 讲到见证人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讲到一群见证人 首先是一群妇女 这群妇女爱耶稣 紧紧跟随耶稣 虽然耶稣基督死了 他们到耶稣为复活 但是他们并没有实质的认知 所以他们还是去看耶稣 所以天使一开始 就是向这些爱耶稣的人 显现 并且他们成为第一批的见证人 亲爱的家人 爱耶稣 竭力的爱主 神就会向我们显现 祂的大能和荣光 我们就可以成为 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要传福音啊 我们要做什么 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啊 我们要过一些好的生活啊 才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啊 圣经里面没这么讲 圣经反而是说 爱耶稣 竭力的爱主 渴慕神 神将祂的光 将祂的意象注入在我们里面 使我们的见证大有能力 第二节进去 就是石头从坟墓滚开 记住 从坟墓 不是为了要让耶稣出来 不是说石头转开 耶稣才可以说 石头转开空坟墓 是为了让人可以看到空坟墓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所以连天使的显现 都特别提醒我们 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 今天教会里面 也不要把人带到了 死人当中找活人 纪念耶稣的行为啊 纪念耶稣的爱啊 纪念耶稣的一些的奇妙作为啊 所以教会要做慈善事工 我们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是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 我们是见证耶稣 胜过罪和胜过死亡 这才是我们的见证 不是说我的好生活可以见证主 是我的信心 我对神的爱 以及我对主的绝对 成为神的认定 所以向我显现 我可以成为做见证人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教会的见证 也觉得走岔走偏啦 好生活可以做见证啦 我奉献又得回来好几倍啊 我的工作啊 还有我的健康啊 今天我们有没有一种见证 是因为我们竭力的爱耶稣 成为我们的见证 我们竭力的信靠耶稣 我们不断的在这个环境的里面 见证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 这是神所认可的见证 天使都要向我们来显现 证实耶稣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见证才大有能力 十三节到四十九节 你就看耶稣复活以后 他向哪些人显现 第一种人 叫做伤心沮丧 想要离开的人 十三节到三十二节 是讲到 往姨妈五世的两个门徒 其实大家都还在耶路撒冷 格留巴这两个人 可能是跟他妻子 他们就沮丧嘛 耶稣都死了 我们还在耶路撒冷干嘛 回家了回老家了 打包打包回老家了 但耶稣亲自救进他们 跟他们同行 那样的家人 你要祷告这件事 主 我每一个沮丧 每一个痛苦 失望 我对教会很失望 我对领袖很失望 我想要离开 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我想走了 请记得 耶稣基督会与我们同行 他要把我们挽回来 因为他们眼睛迷糊了嘛 当我们在最软弱下沉的时候 眼睛都会迷糊 脸上带着愁容啊 眼睛迷糊了 但耶稣靠近他们 与他们谈论 讲解圣经 借着讲解圣经 谈论主的事 人的心会活过来 有时候人对教会会失望 人对领袖会失望 我们不是去谈论 我们怎么改 而是你要去跟他谈论主的事 谈论主的救恩 谈论主的大能 谈论我们怎么依靠主 连于主 爱主 人的心才会活过来 才会火热过来 借着把神 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的作为 把他解明开来 人的心才会火热啊 人才会去爱啊 人才会重新的回到基督 回到教会的当中啊 所以我们今天是去担心 这个人走了 这个人离开了 他对我失望了 他对我的讲道不满意 他对敬拜不满意 对儿童事工不满意 对青年事工不满意 我告诉你 人即使教会 所有一切都做得完美 他还是有很多的不满意 因为人的肉体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关键得胜的秘诀就在 我们整个教会 就是一直传讲 竭力的爱主 你就是去传讲神的作为 你就是去谈论主的事 人的心才会火热 脸上才不会带着愁容 心才不会沮丧 眼睛才不会昏迷 借着剥饼 借着喝杯 人的眼睛才会明亮过来 那个性才不会太迟钝 你看耶稣基督责备他们 你们的性的太迟钝 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会不会责备我们 很有可能 祂的扶持 祂的挽回 祂的医治 可能是要提醒我们 不要性的太迟钝了 回来 回来 所以耶稣又向 十一个门徒显现 耶稣说什么 平安 愿你们平安 你会觉得说 主我真的好需要这平安 在我每个风暴的里面 亲爱的家人 你向主求 说主 我要你的平安 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 平安 我在 我来接管 我来保护 这就是门徒很需要的 你今天需要平安 我们需要越到末世 在你一切 好像最沮丧的时候 你可以跟神说 主 我需要从你而来的平安 四十一节 耶稣好可爱 耶稣就说 有没有吃的 就在他们面前 吃喝起来了 主不是为了饿要吃 主耶稣是要让我们知道 祂活 摸摸我摸摸我 靠近我 跟你们一起吃饭 一起享受 在他们面前吃 就看出这耶稣真的好可爱 耶稣真的好贴近我们的心 祂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感受 祂要我们知道 祂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 祂是一个复活的主 看得见 摸得着 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吃 喝享受的 我们今天要有这个信心 主 我渴望祢的拥抱 主 我渴望祢的显现 主 我渴望以祢一同吃喝 愿我的心一直连于祢 愿我的信仰 不是只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而已 愿我的信仰 是跟你真真实实的一起活 你要这么祷告 主 活 我要跟你一起活 四十四节到四十九节 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圣经 你要祷告这件事 主 开我的心窍 让我能够明白圣经 打开我的眼睛 看见祢的恩兆 有何等的指望 开我们的心 让我的灵人活过来 四十八节 耶稣才说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圣灵充满 圣灵浇灌在你们的身上 多重要 眼睛一打开 明白圣经 圣灵浇灌和圣灵充满 我们就成为见证主 复活的见证 主的教导的见证 主的神迹奇事的见证 主的爱的关怀的见证 以为与主一同 持合享受主的见证 都借着我们说出来啊 所以我们受圣灵的喜 圣灵要在我们身上 不断的工作嘛 不断的引导嘛 让门徒可以领受 上头来的能力 你今天一直要求 主耶稣 我不是把你的复活 当个故事 我不是庆祝个复活节 我在那边剪剪蛋 听听小故事 看看小兔子 复活节是什么 领受圣灵的喜 复活节是让圣灵的浇灌 在我里面有大能 救我脱离我的眼界 救我脱离我的沮丧 救我脱离我的痛苦 救我脱离脸上的愁容 救我脱离我心里的沮丧 对教会的失望 对神的失望 救我脱离对环境的害怕 救我脱离对死的恐惧 我们是什么 复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我们里面是有能力的 所以亲爱的家人 如果今天基督徒 我们没有一直领受 复活的生命 我们没有领受复活的大能 我们怎么会有见证 跟人家讲讲 教会的活动很好 跟人家讲讲 教会的一些的 夫妻工作做得很好 跟人家讲讲 教会的活动办得很好 不是 这不是见证 真正的见证是 我们看见软弱的人 沮丧的人 害怕的人 这些人在基督里面 完完全全 胜过罪和死的瑕疵 生命改变 得着了永生 他的生命 不活在罪和死亡之下 不活在惧怕 不活在羞耻的里面 他靠着耶稣基督 每一天充满的喜乐 能力和神的大能 所以五十节到五十三节 所以最后 路加福音结束在 耶稣基督的生天 耶稣基督生天 为什么要在门徒面前 给他们看到 耶稣可以直接就生天了 升天了 耶稣基督的生天 是慢慢慢慢生天 他要让我们这群人知道 他怎么去 他还要怎么来 所以给我们眼界 可以看见 耶稣基督 还会再一次 驾驭将来 第二 要教导我们 我们生命的结束 也是跟主一样 我们会一步一步的 我们会被提 我们的生命成熟 经过死而复活 生命大能 我们也会一步一步的 与主相见面 我们会在天上 会在空中 新耶路撒冷 降临在空中的时候 我们会与他相遇 千年国开始 然后我们与主 一同来到这个地上 结束这世代一切的罪恶 结束一切 撒但儿者的瑕疵 结束一切的罪 公义 圣洁 荣耀 神的大能 要再一次的降临 在我们当中 这就是耶稣基督 升天 给我们看见的 一个荣耀的现象 所以门徒就大大的欢喜 亲的家人 我们有没有大大的欢喜 满有荣光的欢喜 耶稣基督怎么升天 他将来还要怎么再来 我们也是啊 这就是我们的人 要走的一步的道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路加福音结束了 但路加福音 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人子耶稣怎么走 我们的生命 也会怎么走 所以他所走的每一步路 他所面对到的 每个挑战和逼迫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得胜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有力量 靠着耶稣基督 我们看见他怎么升天 我们要看见他怎么再来 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生命 也要与他完全的合一 与他一同 治理整个世代 这就是主耶稣 对于我们荣耀的呼召